大家看到这款什么车吗? 这个就是比亚迪的海豚 而且呢 你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 它应该已经来到马来西亚市场 而且开放预定了 今天我们就带大家看一下 比亚迪海豚这辆小型的电动车特色在哪里 而且看来我相信你也会很喜欢这款车哦 首先呢 比亚迪海豚这款车是一辆纯电动的线背车 你可以看到它的车身码看起来跟 B-Segment 差不多 但是它的轴距就达到了 C-Segment 的 2700mm 代表着它的内部空间呢 会很宽敞 然后它的外观设计方面也非常的有特色啦 你可以看到这个 LED 的日间行车灯 甚至是连贯整个中央水箱护照的 不过 这辆车其实你可以看到 它是非常的圆轮 非常的可爱 作为一辆这个城市的电动车呢 它的最大续航里程可以达到 420km 而且它支援最快达到 60kw 的 DC Fastcharts 也就是讲这辆车不仅走得远 而且它的充电速度也很快 相比起车头呢 我个人是更喜欢这个 比亚迪的后部的设计 你可以看到这个 LED 的这个线条 非常非常的有辨识度 晚上亮起来真的真的是帅到爆炸 而且这边还可以有个很可爱的海豚小logo 不过 据说马来西亚版本是不会有这个海豚的logo的啦 然后作为这种车款呢 我相信大家很在意的 就是它的这个后面的空间表现 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如果你这样子看的话 它的这个空间深度是不够的 但是呢 它是支援整个椅背倒屏 如果讲你今天真的是要载一些体积比较大的物品的话 其实这个海豚是可以倒屏的 也就讲你还载得到去IKEA买东西是问题不大啦 你看这个内装的设计喔 不管你是男生女生都会很喜欢 这一台车它是采用了这个粉紫色的搭配还有白色的皮革 看起来很少女心对不对 其实它也是有纯黑色的内装设计啦 我觉得这个内装设计男女都会喜欢 而且它的内装设计很有特色 它采用了这种银色 雾银色或者是雾粉色的这个亮面材质打造 虽然很好看 但是有时候可能会容易花啦 然后这边有一个放置手机的位置 然后它的进挡方式很特别 在这边 你要开车的话 你往下推 然后你要Reverse 往上推 然后它的Parking 是在这边 然后这边有一些无线手机充电机座 然后还有这个自卑架等等等等 置物空间是不错的 然后它的数位化仪表是放在这一边 也就是讲 如果你调整这个steering的话 它会跟你的steering上下调整 这样子你就不会阻挡到你的视线 我觉得这点还是不错的 除此之外 这两车还有很多的功能 例如讲这个 比亚迪祖传的旋转萤幕功能 而且在海外的版本 它还会支援这个Android Auto 跟Apple Card Play 也就是讲 哈哈哈 你连接你的iPhone 或者你的Android 手机 就可以直接在这边用Waze 用Google Map 然后听Spotify 而且甚至有一些版本我刚才有看到 它是直接内建Spotify 的 所以 这个真的要给好评 因为呢 很多的品牌到现在 都还不舍得给Android Auto 跟Apple Card Play 另外呢 这两车上面有一个全景天窗 我们暂时还不知道马来西亚版本会不会有 不过呢 这个全景天窗真的是真摄不少 然后 重点是整个前面的这个驾驶表现呢 OK 我看到我驾驶坐姿 我可以坐得非常的舒服 我的身高180亿 支撑也相当的足够 长途驾驶应该没有问题 不过相信很多人都不会开电动车做长途驾驶啦 这个就是电动车的优势 它的这个骨板几乎全屏 所以你中间要坐人 问题不大 这个头部空间呢 虽然是比较压迫一点点 但是大家看我的这个腿部空间 2700mm 的轴距就是可以让你坐鞋做得很韧性 所以其实整体的舒适性来讲还是OK的 但是如果你坐直的话 你的头就会被顶到 然后大家注意看哦 这个椅子的这个 它的椅垫啊 椅背啊 都非常的软 坐下去真的是有坐在你家里沙发的感觉 只是比较可惜的是这个海豚呢 它是没有后面的冷气出风口 它只有一个背夹 所以这个冷气足不足够垂到后面呢 我们就等马来西亚版本来到 我们才为大家进行测试 以上呢 就是我们对这个比亚迪海豚的简短新车介绍 大家觉得这辆车怎样 我自己看的很喜欢呢 而且开起来的感觉也真的是不错 非常适合市区驾驶 相信这辆车的价位应该可以吸引到你 快快去订啦 我是Ivan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沙楼 沙楼 统松